大家好 我是Philip 之前WISE的4.0 讀卡器和大家推出了一段影片 也提及過另一品牌子的讀卡器 這段影片和大家試試另一品牌子的4.0 讀卡器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下面留言給我一起聊一下 有什麼意見有什麼想問 都可以在留言一起聊一下 最重要是戰勝 YouTube 的演訊法 今天的主題就是講述USD 4.0 讀卡器 另一品牌子是ProGrad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ProGrade 相信大家應該很大部分的觀眾 如果有看我的頻道 在試試記憶卡的影片 都會聽過有ProGrade這個品牌 其實跟大家說一下 讀卡器之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品牌 其實真的有一段估計 在2017年的時候 大家都聽過Lexar Lexar這個品牌 我相信在以前玩相機 都沒有人不認識 因為很多相機的品牌 都會用Lexar做一個指標 就是他們出相機之前 都會用Lexar的卡來測試 兼容性 還有建議大家都會用Lexar的卡 當然除了Lexar 也有其他品牌 例如Sandisk 那些也是 但是Lexar就是這樣的存在 然後很奇怪 在2017年 即是美光 宣布不再出Lexar這個品牌的產品 但是為什麼我們到現在 2024年還會看到Lexar的產品呢 因為它已經賣了名 這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Lexar的歷史 但是Pograde是怎麼來的呢 當然是有原因 就是當年Pograde的成立 就是因為Lexar要賣 而Lexar的總經理 自己開了Pograde這個品牌 自己做 究竟這個創辦人 這個CEO 除了是Lexar的總經理之外 其實它就在Sandisk 做一個高階主管 所以它在記憶體的市場裡 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 到現在它自己跳出來 全江湖全民 其他人就是把Lexar最厲害的那些人 把Pograde都拉過去Pograde 就是搞了Pograde出來 所以Pograde在現在的現金來講 就是保留了它以前Lexar很好的傳統 就是高質素 將一些卡片快 用料漂亮 其實大家都看到 譬如像Z8 不像Z8 Z9 出的時候 Z9這麼快 連拍這麼高速 也可以拍8.3K 60p 有哪些卡吃到呢 其實真的沒有幾隻 當時就是WISE Pograde 以及Likon的卡 三個牌子頂立 只有這三個牌子可以吃到 建議吃到 就是8.3K 60p 是一定沒問題的 這個是Likon的內部測試的建議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看 這個支援列項 就要和大家試一試 這個USB 4.0的讀卡器 極限去到哪裏 首先因為我只有2.0的Pograde 先試一試速度 究竟1GB AJSIM的測試 可以有多快呢 最低的使用速度 就是1344Mbps 而讀取最低的是1592Mbps 而去到64GB測試的時候 見真章 我們先看看它的速度 它最低的使用速度 就是1165Mbps 另外讀取最低速度 就是1482Mbps 我亦都拿了一張Rise 4.0 4TB 試一試它極速4.0時的效果 它最低的寫入速度 就是2355Mbps 最低的讀取速度 就是2888Mbps 當然也要和大家測試 64GB的讀取速度 但是測試也要有些得意 最低的寫入只有1107Mbps 而讀取最低的就是1258Mbps 不知道和品牌合不合有關 這也是一個出奇的地方 也拿到我手上另外一隻 就是1TB 4.0TB 就是OWC 4.0TB 它的讀取速度最低就是3107Mbps 寫入速度最低就是2342Mbps 在1GB的情況下 而264GB也要看 因為剛才Wise那張 有些特別的速度 跟之前測試有些不同 現在這隻OWC 寫入速度最低就是1320Mbps 但讀取速度就是3037Mbps 就很抱歉 因為我手上未有Prograde的4.0卡 如果有機會 就再和大家測試 Prograde加起來4.0卡的效果 暫時看到不同的4.0卡上 表現都有不同 說回Prograde 其實就算它不是最貴的系列 它下面的系列大家很多時候都會聽 有GLOW 然後有一些現在新的系列 就是4.0系列 其實都已經很多人會購買它的卡 亦都是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個是好東西 當然在另一個界別 可能電腦界 對於Wise Prograde 這些產品 會少認識 一定是 因為始終一般市民 一般用戶 最大聽到通常都是 有什麼呢 都是Sandis 都是Lexa 都是Toshiba 就是Kingston 這些比較 藝術能長的電腦牌子 但是始終 Prograde 和YCD都是一些新的牌子 但是 起碼它們出來的產品 沒有什麼包袱 可能一些公司大了之後 它要做一些新的產品 或者要轉代 它需要很重重的關卡 譬如Sandis 大家都說它的Sandis 熱 又慢 但是 在當年來說 你沒有什麼選擇 它已經有出 亦都是說 一直以來 它真的很好賣 為什麼呢 因為 市場大 不是每個人都會追求最極端 它多人買 亦都是沒有人投訴 或者有人投訴 機數很小的時候 它不願意去一些新的產品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會有新產品 但是 我看見好像說會有新產品 但是 它的卡 而且確實在一些新的機型上 表現就會差一點 又不是牌子不行 有些人都說 最近 好像看到我出的Story 你又說Sandis不好 為什麼你買這些 其實它很多年來都OK 它可能不是一個最頂級的 它不是一個最頂級的 但是 我經常都說 有時候要看情況 譬如有些卡 有些東西叫兼容性 就是 剛才所說的 例如 Lexa 為什麼以前是一個指標 就是因為 它會 怎麼說呢 以前 是 相機廠要出的事 就會找它來做一個測試 做一個指標 現在Sandis 始終是一個 機數最大的 其中的牌子 一定會試的 所以我有些卡 當然不是CX Express 的卡 其他卡 是SD卡 C Flash 我都會買它 但我都會買其他牌子 但是我會看情況 譬如 譬如 我現在買了1TB 我沒什麼選擇 我一是買三星低級的 我一是買Sandis高階 我一是買Sandis高階 我當然買高階會好些 所以就是看選擇 看需要 另外不得不提 就是Prograde 的卡器 通常都會有磁吸設計 我都蠻喜歡 比較少品牌會做這件事 有時用完 磁吸在防潔季度 也是比較方便 其實大家看到的表現 雖然我真的沒有買到Prograde 4.0卡 但是我用WISE的4.0去測試 給大家一個參考 究竟它的獨卡器表現如何 希望大家有個概念 相信和之前說的一樣 大家如果有USB 4.0的電腦 有支援 其實我覺得貴一點 買個4.0的電腦 就是你可以省時間 快一點 但如果不是 我可以等 剛才跟大家測試的 幾千Mbps 不要緊 我不用這麼快 我只是普通 幾百Mbps 一千Mbps 無所謂的 你可以買些便宜一點 但如果大家有預算 有部機支援 我覺得4.0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我慘 亦都是一種分享形式的YouTube 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找更多不同的生產品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